現在有很多傳出來的捉蝦船那些 拿了新定位傳出來,根本就是香港 所以我第一步就是說它是綁架 不管你是公海或港海,你拿香港的市民捉了 這個實際就是不合法的,這是不合法的 因為人家記得去年送中都不成功,如果送中那條法律過了 然後它做程序,林鄭簽了,香港法院過了 它自由權可以在香港海域拿走人,公海又無 所以這幾個世路你知道我們香港法律跟大陸不一樣 我們是判了自由罪,你說它有嫌疑 在香港,譬如在街上有些實實實實的罪,這些以後判了才可以說 所以這就是我第一步,第二步後來我聽他們記者次代會 他們說朱凱特說好像有三個是英國胡椒,有一個是胡椒 我發起了,我這邊都在做的,我提醒了很多,你們要去領事館 要去英國領事館和葡萄牙領事館,因為葡萄牙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在郊州都有的,他們絕對,第一共產黨要 好像四十八小時之內就要通知那個領事館,因為他們那四個人不是中國人來的 在法律上是英國人和葡萄牙人,共產黨就應該,中共應該通知了 在四十八小時內應該通知了那些領事館,領事館就有權,絕對有權來探訪的 來探訪你幾個人的,因為他們的身份,他們生著護照,他們想著那些護照將來旅行 所以他們探訪通過幫他們請律師,如果四個人這樣做 基本上就打破了他,他想控制我們那些人,中共想幫他們請律師 又是律師幫圈他認罪,用罪就是想電視被認罪,他想這樣做 林鄭就知道,如果他們回來香港,香港有法律,有這麼多市民支持 所以林鄭就紮定不來,逼他們在大陸,讓他們大陸處理 大陸沒有法律的,他做法都行,又不讓人探,又不讓家人律師來照顧他們 我很清楚這件事,所以我的做法就是用以法律的辦法,你回應他們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共不講法律,如果用法律的回應他們 變成我們的理由就強一點,不只是要求他放人 或者求他被人送送,已經通知了,我通知了那邊 我在美國這邊也通知了他們,經過美國政府 提醒了他們的領館,要他們出面,要求葡萄牙和英國的領事館出面 他們一定要做的,實際你想想這麼多外國人在中國 每天都有人犯犯罪被人抓,被公安抓,他們這個做法 通知領館來探他們,幫他們請律師,這是每天發生的事 不是我發明的,因為我在大陸多,所以我知道這個手續是怎樣做 這是規矩來的,幾個國家都簽了一個維亞納,維亞納有一個專門 是外交人員的一個協議,這些是他們的協議一定要做 所以我做法,當然他們已經有十萬人簽名非常好 所以美國已經出聲,又出力,要幫,但你最要緊要避一條路 它只是關注就不夠,只要避一條路可以解決問題 如果一有英國領事館和杜多亞領事館探他們,他們就不敢亂來 如果幫他們請律師就不用被逼,被凝聚,被上電視 所以我們都在做事,我看最不幸中之大幸,他們在海裡沒有生命危險 你知道這些東西,要放棄下海就可以,他們就沒有生命危險 所以我們關心是重要,但沒有太擔心,大家要拼命上辦法 我們香港有很多英國護照,BNO都是正式英國護照 我們可以寫一封信給英國領事館給他們壓力 因為這個人好像其中三個人是拿英國護照的 我們那些BNO,我們香港BNO就是英國人 BNO以前就是英籍人士,他們應該可以寫信給英國領事館 要求他們幫過幾個英國拿BNO護照的人 剛才提到林鄭月娥的香港政府 實際就是想BNO這幾個,十幾個人在大陸去審理 其實這個是不是都想要一個航線的後應,下一下香港人 大家都要明白,國安法過了那一天 實際我們香港已經被共產黨佔領了,我們是淪陷區 你們一定要拿這件事,他們幾個,關於立法會議員 他們應該提醒我們,實際我們香港現在是淪陷區 你們現在是敵人的管轄,我們不是一個自治的區 是一個被治的區,這個是很重要的 等於打仗,以前不是日本制,不是戰領過香港的 是嗎?你現在實際就是被中共來戰了 為什麼叫一國兩制呢?就是它管它,我們管我們 自從成立了這個國安法之後,它就用國安法裡面那些 實際國安法是什麼呢?就是我戰領你,你現在實在 實在現在今時今日是戰領的法 但是當日日本仔在這裡都是的,它進到你之後 你香港的法律就走在一邊,用它那個所謂軍事 軍事那個所謂戰領,戰領那次有軍法的 所以它就根本現在我們香港實在一件這樣的事 你不要還以為我們是跟以前一樣,跟7月1日以前一樣 所以它做很多事我們覺得很驚訝,不應該覺得驚訝的 這些是它作為戰領的敵人,戰領軍應該做的事來的 在它的南條下當然我們說它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你們不要派,你一定有這個心理準備 你今天它落到你的國安法,為什麼我們這麼慘呢? 那時候為什麼這麼抗拒呢?就是因為這個後果 落了國安法的後果,現在就在發生著 那這件事實際還未盡的,它還可以做很多事 它可以的國安法根本就是任它來的,你明白嗎? 它可以什麼?說你幫人炒股票 原本應該我們有我們那套制度去管這件事的,是吧? 它找警察去查都可以的,是吧?我們有證監 又有什麼,應該找證監他們可以去查的嘛 它基本上跨過了我們的政府,跨過了我們的司法 跨過了我們的警察,我們以前警察那套方法 它現在根本說難聽的就是軍管 等於打仗被人佔領了,用軍隊來管,軍隊去管你 它當然是那套方法,它那套所謂法例,就是軍事法例來的 就不是我們平時的文明的,民主的,法治的法例 那套東西根本就是,它隨時,它喜歡變多少變多少 變多快就變多快,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為什麼我們要找美國人來對付中共,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力 我們現在基本上是捱打 日日只不過是它打你多一點還是打你少一點 早點打你還是遲點打你,完全我們是捱打來的 為什麼我要走出來,在這方面做功夫 我知道我們香港抗議是什麼,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抗議 但是不要飛槍,這個已經是已成事實 你知道這件事是蓬佩奧都要出聲的,澳洲政府國際也要出聲 中共都一樣是說,就不要干預中共的女陣 我想問如果這件事,現在有些信息傳出來 中共是公開在那裏拉了這12個香港人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呢,國際社會出聲呢 是不是更加有理由呢? 當然了,老實說我們香港人出聲,出聲不出聲就當你無盜 現在華春瑩還要加強這12個人分裂國家,她說就行 中共真的無法律,我覺得唯一我們要做的 國際在想辦法,我們要幫它想辦法 因為我們對事情的細節給國際知道得多,有幾多人明白香港的問題 其實現在還有爆出來,有人點了位子,根本在香港境內拉 這樣更加無理由,如果在香港境內拉,他們根本沒有離境 連說他們沒有合規矩離開香港,這句話都說不到 現在有人在網上,有人看到有些蝦文,捉蝦的人 定到位子根本在香港海會,你根本過來這裏 綁架香港人去大陸,你明白嗎?那些大陸海景 所以你說根本一定要他犯法的東西要公之於世 拼命說拼命說,拼命給壓力它,但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不是多,因為基本上你知道香港,雖境也好,物境也好 那些大陸海景的,可以說叫做名嘴,尤其大陸的KOL 我跟他們吃飯,他有過千萬名,每一個節目都出了 過千萬名看,真的有免得說 就是他們每一個,還有我吃完飯,他們的電話不斷 都是那幫以前經過香港,出到去美洲的人 那這幫人就是非常之感激香港 他們說你們這樣對香港人,大家都覺得香港對他們有恩 那現在這幫海外華人對這件事非常關心 尤其是對小朋友,對我的大人都說對小朋友 對這件事非常之感激,我現在最近大量推進 那個中共是跨國派財集團 我要所有華人去支持他們 他們一說起這件事,他們其實站在香港那邊 百分之一百,沒有一個說 像香港的藍絲那樣說,活該死的 沒有一個這樣說,這個是公道說話 你說那個是周厚正是不是? 他是麵咀來的,我看到 是啊,他昨晚請我吃餃子 吃得很飽,餃子又很靚,他開幾間餃子店 哦,北方的餃子 你知道北方人,北京人最厲害就是包餃子 開幾個餃子,生意好到不得了 那些外國就買了,就當是吃一餐 買10隻,買20隻的餃子就等於吃一餐飯 裡面什麼都有,蔬菜又有肉又有,麵粉又有 幫你教好量,所以在外國很受歡迎的餃子 這件事都可以的,而且簡單的餃子 一道菜的,一道菜全部搞定了 一口就吞下去,筷子都不用的 所以他們非常支持香港的 而且非常支持我這個以法滅供 他說這個,你那條路走得對 不要跟他搞什麼抗拒,就要消滅了 一天不消滅,所有中國人都沒有前途 我們都談很多其它事情 就談談關於他想搞一個妄想的學校 就用回我們以前,即是他們以前 他大我幾歲了,他以前都是在北京讀中學 他讀過一個叫崇德,崇德是聖工會學校 他那時候,當然他那時候 但是那個先生還是教英文,教很多東西 現在叫做什麼,現在變成一個數字的學校 就是崇德,你查反一下 他說所有的書籍,教廟,全部是英國入口 就是有點像我們香港的聖工會學校 他說我們要用這個名字,他現在整個網上學 他說他自己家有一個最先進的廣播室 最先進,你知我都大過很多廣播室 他自己在家的地下做了很大很靚的廣播室 他就想自己搞網上學校 基本上教材等於四九年前那種學校那種教材 實際上等於我們香港以前的九七年前的教材差不多 香港和香港的聖工會學校和在大陸上海北京的聖工會學校 是很多的,這間學校很久了 一百四幾年去的 那時候打完雅電戰爭就是英國路線去開的 去北京開的 很久了,現在我猜就這麼多,這句最久了 就很值得公主長搞這件事 但是他就很多人擁抱他 這個周孝志很聰明的 我就對不起,我沒有跟他的 因為他有時很激動 一這麼激動是講北京話 我是聽得懂,但很辛苦 聽到北京話咬人的話,聽到你很辛苦 我就沒有跟他 他號召不得了,他說我手下用 他只懂得全中國最厲害的法律的人 來到美國和我,來到美國和法律 跟著就不回到大陸,現在都想回出來 現在你知道中共根本不講法 我第一問他,我說你們這班人 真的應該幫中國寫一個新憲法 現在共產黨的憲法根本是垃圾 人會過去,我說寫一個新的憲法 將來共產黨有什麼三長兩短呢 這個憲法就是要立即落有得利用 我說如果你不寫的話,你不寫定線的話 美國人就幫他們自己有一套東西出來 不是說都不好,但未必適應我們中國人 我們談了就說,我現在可以參考台湾那套東西 但台湾那套東西都不是普通法來的 我說你如果要將來中國好,一定有普通法的成分 我們都當作談,以後我都會多些跟它合作 即是說那套憲法基本上一定要用普通法為基礎 然後台灣那套東西都不錯的,台灣那套東西都不錯 在台灣那套東西,大家兩個這樣拿完它的優點 來搞新的憲法,這件事很重要 你知道日本那套憲法它本上是美國人幫它寫的 美國那時候的軍官寫了之後,十天八日就定了 日本人就很聽話的,但中國人我們覺得 如果中國人現在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好 等共產黨倒下的時候,這套東西拿出來用的就很重要 而且趁有時間可以考慮得非常清楚 這個我們有見過,它有非常支持我那個議法滅共 我說憲法第一條,就是共產黨是非法集團 憲法裡面是自己的社會 以後誰參加共產黨那些根本就不合法,要抓要鎖的 所以這個,我真是這麼說的,不是說 所以這方面那個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支持 尤其是這位周先生,他在國內很多人聽的 他的節目講成千萬,我們十萬八萬已經威力了 那千萬,我們兩個人來,厲害了 你們上網去看看他們,那些Youtube 講成千萬來計的 那他真是有西聽那些北京話的人才聽得明白 是啊是啊,所以你們,我們香港人就少聽 我有時,他一極動就不是講普通話 是講北京話,北京那些,那些本地話 北京話就是以前的太監,就是這麼說的 實際上北京,那些太監講,那太監講開呢 那些人就跟太監的口音 所以北京那些話,說難聽,根本就是太監的話 嗯,嗯,還有一個香港人都很關心 就是美國那邊的制裁,就好像沒有第一波的 有11個官員 現在這陣子香港人都在想著 所以我都跟你說,剛才有幾個香港人都跟我說 現在有沒有第二波的 是不是特朗普在美國那邊掛著選舉 拖慢了,或者放緩了這個制裁的局部 其實你那邊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這個跟特朗普無關的,根本就是在國務院做的事 實際他在做什麼呢,他對每一個人 他不是不斷擺個名上去,他要做每一個人的身世的研究 他是財產的研究,還有他最慘的,因為你知道 這個不是法庭,法庭他還要辯護,他還要幫他們辯護 將來制裁了一個人之後他怎樣抗議,抗議當然沒什麼渠道 但是有全世界的報紙可以登,如果他制裁錯 那些報紙一攻擊美國國務院,你知道官僚很怕被人攻擊 像以前香港那樣,現在香港那樣不怕 所以這件事他要一個兩個度過才可以做得 有的,接下來這一兩個禮拜都是有很高招數 所以你們不用怕,那種恨、憎恨 對中共那種憎恨,非常的一日配一日深 而且有了選舉,更加加速了 嗯,白源爸爸你知道,之前我知道 你有提供一些制裁的名單 名單給國務院 現在是否給了多少名單,現在有沒有做 我第一個就是香港大學那班 所謂炒了戴耀平那班人 差不多有18人,那個名單就是 我們要講理由的,要講得很清楚的 他們什麽憑什麽理由,什麽什麽 我們都很順便 明天我給你,你可以投票 那就很小的,做了很多功夫 第二個就是DQ我們那班選舉 是不是叫做競選主任,他們進了去 現在我們做的就是幾十個警察 有幾十個警察,我一批一批做實在太多 我就想不想一次做,第一次做的工作量 有幾千個的,即是有紀錄有證據的 有幾千個,一次做實在很大力量 現在分了差不多百多個做預先,現在在做事 沒有我們想像那麽容易,那麽急,那麽快可以做到的 雖然我們在做事,沒有放棄 美國都在做事,尤其是現在 抓了12個人,抓了好像林鄭 為什麽不讓她回來香港 她又怕回來香港,美國有制裁 在大陸的話,美國不知制裁是誰 整個大陸的公安,你怎麽制裁她 所以她又是,林鄭也是 實際香港人都是怕美國制裁的 很多次她可以回避,她就回避 那麽現在好像律政司那裏 她是不是找藍文那個什麼 律政司那個叫什麽 鄭,鄭鄭那個,是不是找她出來 因為她已經被制裁了,鄭什麽話 鄭什麽話 那麽這幾天呢,就比較複雜了 因為你知道了,美國那個副國務卿 要去訪問台灣,大家也是忙這些 他們那個政府呢,人員不是多的 不是多,她一個人要做很多建議 那麽這次呢,他們說 昨天很多人都飛去台灣那邊 準備那個副國務卿的訪問台灣那樣的 那大陸那邊呢,你知道了 已經全部軍事在這嚇台灣了 還有在這威脅金門那邊 在這威脅大陸的軍事行動 多了很多這件 就是一人針對這件的 美國就不客氣的了 一路拿台灣升級 當它是一個國家和大陸 完全,完全不尊重大陸那套 所謂的一個人 如果是十二個香港人 被抓到大陸 這件事上面,如果是制裁方面呢 是不是無從入手呢 是不是都有些機會 有些針對的人馬呢 是啊,因為美國不是很了解 比如大陸的水景 也好,海軍也好 所謂的港口管理也好 所以美國對大陸這麼細節 它不可以明白,不可能明白的 所以它不知制裁哪個好 它可能不會靠制裁的了 是靠國際壓力 如果老闆說,現在要給國際壓力給中共 理由太多 這個十二個人只不過是站在那裡 其中一個理由 大的理由多得多 你想一下武漢病毒 全世界這樣死了這麼多人 那這些是大事 還有好像美國現在 你知道大陸 找那隻叫做止痛片 叫做Fetanol 那隻止痛片去美國 又經過友情局 每年死成七萬 那它這大問題 在那些 這只是House的 看看那些什麼叫豆欣 TikTok也好 TikTok也好 微信也好 跟著現在 就是要對付大陸的方面太多 我們不可以只拿香港來做什麼 它要對付中共的方面多到不得了 還要斷了它香港的外匯收入 你說這個項目多大 大陸百分之七十的外匯是建香港入的 它要斷了它這條財路 等它沒得了 那這件事情 你說的工作有多大 嗯 那你怎麼看 昨晚我又聽你說的 當危會 現在的進展是去到哪裏 現在就這樣 當危會就是 就是當美國有危險的時候 就是這樣說 當危啊 當美國有危險的時候 它就是成立的 這個差不多兩年前成立的 2008年成立 它這個成立了就是要幫總統出主意 怎樣對付這個危機 這個叫當危會 以前也成立過這個第四次了 那當時就跟蘇聯 就是艾森克和蘇聯那時候 剛剛五零年代成立那一次 去對付蘇聯 跟著呢 後來呢 就是蘇聯解體那時候 他們幫利根總統 就幫怎樣做政策 令到蘇聯解體 這個又成立一次 後來911事件之後 就是那個炸炸美國的恐怖分子 又成立一次 這個是第四次成立的 成立就是覺得中共 對全世界是有危險的 所以這個成立是對的 你看現在的武漢病毒 搞到全世界都這麼大 所以它的成立 它們可以做到的 裡面有多少成員可以做到呢 它們最容易做到呢 你知道美國是管了全世界的美金 是金融 它們就是要斷了給中共的美金 因為中共的美金主要來源就是美國 第一每年做那麼多生意 中共不是運了那麼多科去 不是賺了很多外匯 這個是最主要每年寫好幾千億的 很大的這個數字 現在開始加了關稅了 加了關稅了 有很多大陸貨又不准入了 所以這個東西你選得很厲害 我以前也選了一兩千億左右 其中 中共跟其他國家做生意差不多是平等的 就是去那麼多貨 有那麼多貨 有那麼多貨 但是跟英國呢 美國就是出銷了 出銷了五千億 這是一個主要來源 跟著呢 美國呢 很多大陸公司呢 在香港和在美國那邊上市 就是中概股 那裡呢 那些外匯入到來呢 又是給了中國政府的 人民銀行的 它拿了中國人民銀行 拿了之後呢 就給了人民幣給它們 給大陸那些公司的借方 所以它呢 這條香港是大件事 所以它們千方百計呢 就是美國那邊已經控制了 那些基金不會投進外股 還有呢 叫美國的證監 一定要按照美國公司的規矩 給它們上市 還有年報 每個季度也有報告 要出財務報告嘛 那裡已經按照 那些在美國上市公司已經 就是搞不定了 那就要回來啦 要回來香港上市了 那香港呢 就有兩關鍵 就第一 脫鉤 就是港幣和美金脫鉤 什麼時候脫鉤 還有呢 有幾宗大的公司 大陸呢 那時候 希望香港雜誌 雜誌之後 拿了港幣就回來 在香港回到美金 它又是有美金收入 你明白嗎 所以呢 現在呢 美國這邊 當委會那邊呢 就是要牽頭 就是它沒有權 給不給香港人 或者給其它國家的人 投資 到美國股票那裡 但是它有權 勸美國人 警告美國人 警告美國的投行 叫他們 如果那隻股票 是沒有受到美國那邊的 美國的政監那邊的批准 又沒有按照政監的 又沒有按照美國的會計的披露 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裏面 有很多是受制裁的 就是跟它有關聯公司 關聯公司可能在上面 不同方面 或者下面的公司 有受美國制裁的公司 有些是受制裁的 那麽呢 就勸美國人 就不應該 不應該投資 在那些股票那裡 我們就叫那些股票 還有勸美國的投行 你不應該就是 因為他們 美國的投行是按照美國法律的 美國的中公司在美國 你不應 你有責任 警告美國的投資者 關於這樣的風險 你聽明白我講什麽了 所以這件事就是 現在這個波 香港我估計的債市場 股票市場 差不多有超過一半是美國資金 很多美國公司 然後就借錢 因為香港的利潤 他們在香港那些錢放出去也好 投資那些股票那些利潤就高了 那就高過他們把錢放在美國那裡 這件事就現在美國想斷了 在香港提供美金給中共那些渠道 這件事就現在美國想斷了 那就是他的想法 這一刻 如果就這個金融戰來講 是不是對中共的打機會更加厲害更加大呢 現在看到責任片是大陸搞什麽類循環 裏經濟體這些信息 是經過香港提供給中共的美金外匯 所以它完全有權有責任 不讓美國公司和美國個人投資在中概股 我們香港叫H股 和不讓他們借錢給和中共有關係的國企 或者中共的私企 就算連中國的私企 那些地產公司在香港借了美金 他們都會拿這個美金給了中國人民銀行 變成共產黨拿這些美金 在外國做了很多很多犯法的事 埋通了聯合國搞一帶一路 搞這個所謂南沙那邊 南海田沙建軍事 還有入口很多東西 所以一定要斷了 那你記得前一陣子拿香港的所謂 香港出口 經過香港出口 就可以免稅那個特別的特位 優惠條件取消了 記不記得 那個責任又是一種中共經過香港去美國 美國就是因為低稅 所以賺外匯的渠道又拿去刪買 所以在這裏做事的 它不斷地做事就是要刪掉它的水口 刪掉水口 因為它拿這些美金 它大量美金 拿所有中國人民手裏面 企業手裏面的美金 全部控制在中國人民銀行 所以它們可以在外國那麽強勢 買通那麽多國家 買通蓮環帝綱 聯合國 全部都給它搞定 那這些錢就幫中共起了很多作用 所以美國一定要拿它斬斷 爸爸 似乎你現在要準備去日本 英國 台灣 去做你自己的計劃 是什麽 我差不多一月底左右 我這裏的事情做到七七八八 我就應該就行了 我答應了它們二十多號 就是在三藩市那邊有一個 支持香港的遊行 人家支持香港我當然要出面 很多那些都不是香港人來的 他們是國內出來的 他們都支持香港 那些香港人呢 在美國香港人呢 他們就不敢出去遊行示威 那變成了我要參加他們的示威 我自己都知道 陳維銘先生都是陳維銘的 雕塑大師都是洛杉磯 就是整個關於香港時代革命的雕塑 是啊 他們好像打了一個仗 前兩個星期打了一個仗 你日本的手上 新的手上呢 終於就現在看到六十族 似乎你之前都覺得 他可能挺好的 應該是他了 現在真的是他 其實你對他有什麽了解和看法呢 沒有的 他就是負責 實際上所有日本的內務 是他負責的 國內的內務 他只不過是承繼了安培 安培都一定要 尤其是現在和中國這麽緊張 關係這麽緊張 和美國這麽在身本 在這麽軍事化 整個關係都軍事化 安培 美國都不放心 如果他給另外一個政策的人 一改政策就亂了 所以他只不過是延伸了安培的政策 都是聽安培的話的 安培的話 如果他病很多 分分鐘出發 就很正常 實際上你看他的身體都幾好 他還是很年輕 沒有什麽老人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少少是臨時的 譬如明年如果安培好了之後 安培很慘的 他那裏出血 他好像大腸出血 所以他整天天在這裏行動 在這裏開會 日本走一走去 你看到那些總理了 開完會又要走開又要走 他走得多 他那個血可能停不到 給他休息一年 他分分鐘出來 所以我看好 日本的人多數是這樣 他們希望越變得越少越好 就是日本人保守 所以現在安培都過得去 老實說 你說他沒有什麽犯什麽大錯 就是沒有什麽大的突破 如果明年日本交回奧運 那他們出來 這個是他們覺得是應該的 所以很有機會 我估計是臨時的 就是預計他對中共的政策 是不會有什麽變化 原本他們都是看美國 見到美國這樣 美國你知道過去那兩年 就去年那個所謂貿易戰 那今年這個病毒 美國已經和中共是根本是敵對的 準備打仗的 所以日本原本就希望 跟中共搞多很多生意 共同開發支支援 南海東海那邊可以這樣支援 但是現在既然美國採取了這個態度 日本國防根本是靠美國的 還有美國是最大的市場 對日本來說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於中國 因為他那邊是買比較高科技的東西 所以日本他就站在去 原本今年習近平要訪問入王 要來見入王 還有奧運 原本如果沒有美國反面的話 跟中共反面的話 他想著跟中共做多些生意 但是自從美國反面之後 他就打消了這個主意 很多歐洲國家都希望跟中國做多些生意 可以幫補 經濟可以幫補 如果說到戰爭 一講到國際的政治來講 一有緊要事 現在分得很清楚 中共唯一的朋友就是北朝鮮或者伊朗 連俄羅斯都不是站在他那邊 只不過是中流 俄羅斯不會以為是中流 他為了生意 為了賣石油 天然氣高價賣給中共 為了這件事 他就不停站在中間 如果美國解除了俄羅斯的所謂制裁 如果美國答應了我解決你的制裁 馬上站回去美國負面 這件事情是沒得說的了 中共就可以說天怒人員做的事情 不只是對付我們香港人、對付中國人 對付全世界已經令到天怒人員 李袁爸爸 如果你去日本、英國、台灣 其實是否都是行你自己的三個目標的計劃 我大約約望 希望每到一個星期 我可以有資格回美國 因為我去完英國之後 起碼要有14天的安全的地方作為隔離的 美國只放心讓你進去 英國的重災區 英國我主要你知道 我要去找律師 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說它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要求拿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廢的 廢廢 廢 要宗旨也好 實際中共都說了幾次 你們早新聞都看到了 說這幾次歷史文件 你都說了 我們只不過回應你 所以這場官司都不是那麽複雜 你一說廢之後 所有人懂得法律的人 我們反而香港人以為香港屬於中國 屬於北京 根本不是這麽事 如果懂得法律的人 中英聯合聲明破壞之後 香港是歸法英國的 即是叫墨歸原住 大家有這樣的協議 協議都未完成 就已經在那裏破壞了 在任何 當那個協議被法庭中止了之後 就叫墨歸原住了 這個懂得法律的人都這樣做 但是你知道中共經常都宣傳 香港是中國的內政 是中國不可脫離的一部份 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所以講講一下 我們都以為相信香港是屬於中國的 不是 尤其是現在它搞了《破刊法》之後 已經證據確鑿 香港不屬於中國的 不屬於中共的 這是第一件事我應該做 然後我就希望呼籲所有國家 立法拿共產黨作為犯罪集團 英國也好 台灣也好 日本 我都要呼籲這件事 因為這個美國我在做的 因為你給了犯罪集團之後 大家以後的共產黨員來都是問題來的 你不可以給犯罪集團拿佔證來這裏 以後 你知道現在的大公司 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大公司 那裏都是黨員的 大公司的頭在黨員裏面 有黨支部 所以以後基本上就拿共產黨隔離了 拿中共隔離了 大家也沒有跟他做參與 當他是感染了那隻 這變成很心願 做這件事很心願 當然有個時間 第一步就是沒有他簽證 比如台灣 台灣不要讓中共的人進來 如果你是共產黨就不准進來 而且在台灣有很多跟中共的人 在台灣也好 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在日本也是 如果你是黨員 你要退黨和自己要寫那些天堂書 以後都不參與共產黨的活動 這樣就被你留在這裏 如果你平時無事做共產黨的話 麻煩你返回家 只是返回打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 這件事跟我在美國做的事根本一致 如果我多些富裕多些國家一起做的話 就更加好 我看全世界根本上都是自由世界 都是跟著美國行的 美國走了其他國家跟進 就可以拿中共鼓勵了 鼓勵了就方便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和中共不是一件事 少些參與 少些人參加共產黨 多些人退黨 這就是直接打擊它共產黨的黨員 直接打擊他們的所謂心理也好 他們出來就不可以說自己是強國 又代表14億人頭 它不是代表14億人 它是控制14億奴大人 你已經搞清楚 他經常說習近平人民不答應 哪是人民來的那些奴隸 你叫它抗什麼就是抗什麼 它是控制了14億奴隸 它不是代表14億中國人 有一個美國的駐華大使 現在好像已經辭職了 好像在美國大選之前又回到美國 這個有沒有一些政治的涵義在裡面呢 這個人呢 就是習近平那時候呢 在福建那時候 在福建那時候已經去認識他的這個人 因為他是愛歐華州的州長來的最長的 又做過愛歐華州州長 習近平認識了很久 習近平那時候還沒升級 就是年輕人那時候認識他 在他那裡可能在一個家裡住過 一直他們大家都找他來做大事 想著可以跟習近平溝通多點 誰知道搞出貿易戰 現在就變成是打回了敵國 美國這個朝野 尤其是華盛頓那邊 覺得這個人太軟弱了 根本就是應該他站硬 現在一直因為他跟他有關係 原本找他來都不是為了跟中共鬥的 要用他的關係來希望做多些生意 怎知現在美國跟中國的關係變成敵對 他最後寫了封信 他上海禮拜寫了封信 公開在《人民日報》那裡 要求跟中共基本上是對等 就是說你怎樣對我我怎樣對你 英文叫Reciprocity 就是大家互相對等 這個人在講到最後都是親共 雖然他那個人都很好人 但是他的政策 美國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呢 已經到了你跟中共打仗 但是這個人還是主和 這個是主和派來的不是主戰派來的 現在美國是主戰派當權 主和派開始失聲 他知道他一直都不敢激怒中共 最後寫了封信給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都不肯登 變成自己在網上登 網上又被中共搞賣 又刪賣 所以基本上可以說一絲無成 他做了很久就做了幾年 差不多四五年吧 這個人現在根本就是蓬佩奧 拿他炒魷魚 講得難聽你的知識 實際他炒魷魚 你太主和 太溫和 你不敢站來對共產黨 大家站著來罵他 因為你代表美國的嘛 你在北京 你怎麼可以這麼溫和 現在這邊都已經搞了 天天說要打仗了 是吧 所以這件事 他遲早要辭職的 上次拿過中國 拿過國務院的國徽 所有大使都是國務院下面的官員 國務院裡面的中國 兩個只取消 我記得他是不贊成 所以蓬佩奧就硬來的 蓬佩奧就沒得談 所以他跟美國政策根本就不合憑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不贊成 雲 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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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贊成